來到第三場的Modify 也是今天賽事最後一場 現在的天空之前就差很遠了 現在周圍都是暈 整個場都是陰天 還有一些風吹著 應該地面可能有少少變化 一起步已經有架飛了出去 或者大家現在也聽到風聲 其實情況不知前身差很遠 路心很快已經爬上來了 暫時維持在三位打喉 三至五位之間在狗潛等 而頭車仍然是方景 接著第二是 今場是非常近的 我們前路 頭一二三車都是 路心也追到很近 從六車一路爬路上去第四車 被Iphone都翻了車的二車 咦!又一輛 現在是盧老心大戰 方景 兩位小朋友在這裡自己互相見 不過暫時好像有三個車位左右的距離 頭車是方景良 駕駛MTS 2018 接著打後的呢 就是路心 駕駛Deytona的 盧老心大戰 Deytona應該不是那麼多人玩的 一般來說 在市場上香港 但其實是一輛不載的車 Deytona它有一個賣點的車 就是那個多調整性 它從裡面那個驅動市比 已經可以有三款差速 和兩款細皮駕駕駛 另外它的馬達 都不用擔心 調整的那個量 是非常之多的 一句意外 接著 光景現在落到第二位 路心現在是車頭 頭車 看看路心會不會一直帶下去 因為帶了整個大半條路的距離 光景可能要落點力 所以這段時間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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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場在這裡比較高一點點意外 和快地的情況改變了 比較多人犯車 那有更多人 我感到快 那有更多人 有更多人 都不太做了 我們在身邊 每一段時間 有更多人 都不可以 那就是 真的 這就是 有更多人 тому 沒有 差不多4分钟时间 只剩1分钟时间去追 如果我退归方面 就不是说缩点不好 如果没有什么意外 继续维持这样的退归 老心就可能有机会赢这一场 看卢老心炸了出来会在守紧 可能快一个车位 近了一个车位 不是快了一个车位 比刚才那车更快了一点 方景更加最近了 又来很深 这一圈是非常关键的一圈 这场是比较碰撞 比较多的一场 现在稍后计分 看谁要赢 好丑 来 先登啊 放你 先登啊